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3月29日到4月7日 编队先后辗转三国四港一岛 各舰连续作战 最终分5批将683名中国同胞和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战乱之地 野门撤侨是中国政府应有关国家请求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撤离处于危险地区的外国公民采取的专门行动 中国海军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你身在何处 只要你遇到危险 中国海军都会带你回家 而在2014年时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执行的叙利亚化武护航任务更是举世关注 2014年被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为叙利亚内战最血腥的一年 叙利亚精进武装分子 企图攫取正向境外运送的化学武器 2014年1月7日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与丹麦联合执行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任务 任务转换突然 海区环境复杂 恐怖威胁等 都考验着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在经历九次的护航后 护航编队圆满完成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任务 无论是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 还是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任务 都印证了一个事实 中国海军的远洋存在 正在对国际安全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